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贺城中将原名贺宗明 自也是润之 1931年 他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改用贺城 自仍未变 必称为羽毛主席红字号的人 贺城的一生很传奇 一生与军艺工作分不开 贺城是四川涉红县人 父亲是个农民 他三兄弟 两个文盲 只有贺城一人读完私塾读中学 最后 他拿着父亲点了家当凑上的五十块大洋 来到北京考大学 结果逃入北京医科大学 由于他读的是一 贺家还是被组长瞧不起 在北京 贺城认识了陈毅 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到三年级时 一次他参加学校反北洋政府的武装 被校方控告 他尽管及时躲避 没被警方逮捕 但差一年毕业 读了三年 却没取得文凭 不得不由党组织介绍去了广州 随后 贺城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任科员 以此 他押送医药品去衡养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后他转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医处 不久生为第四军军医处医务主任 武汉军政学校女生年的张瑞华 周月华等人 就在他手下当小兵 1927年12月 广州暴动爆发 贺城带人枪决处长等三名军官 宣布起义 他在从指挥部见到了张泰梅和四川同乡聂重真 与当组织接上了联系 和领导的军医处 虽然只有十多个人 但是第四军唯一参加广州起义的单位 不久 他的手下女兵张瑞华与聂荣真结婚 成为夫妻 广州起义的红四师失败后 贺城辗转来到了上海 在周恩来和陈根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 周恩来决定让他和柯林开办一个医院进行地下工作 要取得开业许可 需有医学院的毕业文凭 但贺城没毕业文凭 他打 轻易改名北平大学医学院的现任院长是徐宋明教授 北伐战争史 徐宋明在北伐军当过卫生科长 贺城是这个科的科员 两人虽未见面 但在名册中互相看到过对方的名字 贺城立即写信给他 徐接信后 查问原因 国民政府已取代北洋政府 贺城是反对北洋政府而被开除学籍的 不久 他就给贺城寄来了毕业文凭 于是 贺城与柯林挂出了达生医院的木牌 周恩来 陈庚 还有邓小平 李立三 官向应等人 经常来达生医院 或开会或看病 1929年8月 叛徒白鑫告密 出卖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派等四人 贺城参加了营救活动 暂时失败 白鑫常来达生医院看病 但不知贺城和柯林的底细 一日 他突然来到医院看病 贺城立即报告陈庚 之后他和柯林成功摸清了白鑫的行踪 两个月后 陈庚等人成功将白鑫击毙 震动了全山海 一天 周恩来与邓小平来到医院 对贺城说 敌人耳目很多 生意做久了 容易引起注意 考虑贺城和柯林的安全 决定立即撤掉达生医院 邓小平风趣的说 妙岛龙王在 换个地方 照样呼风唤雨 当晚 贺城 柯林就离开了工作一年多的小楼 1931年 贺城来到了中央租区 不久就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军医处长 一天 他去红军总司令部找毛泽东 汇报红军伤兵情况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听说他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 高兴的说 你还有快筋排排 说明我们红军大有人才啊 贺城汇报工作情况后 毛泽东说 你那个医科大学教科书 大概没写如何做红军总军医处长 工作生书不要紧 边干边总结经验 重要的一条是做好调查研究 一切主意 办法要尽量符合实际情况 最后 他笑着说 我就那么高明 卫生方面 你是行家里手 毛泽东十分之人善政 但是贺城却被派去指挥打仗 7月 红军主力向新国秘密集结时 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向英 却派贺城指挥一个警卫团 和一个炮兵团取攻打了爱村 东唐 贺城说 打仗的事我管不了呀 向英说 你的任务是在部队打开之后 做群众工作 要做群众工作 就得先打下来了爱村 贺城只好去指挥战斗 结果炮弹打尽了 爱村没打下 两个团只好撤出了战斗 战后 向英要贺城做检查 毛泽东严肃地说 你让贺城去指挥打仗吗 为什么要他去指挥打仗 责任在你 这是贺城一生唯一一次去指挥打仗 还是一个败仗 若不是毛泽东为他说话 就逃不脱向英的处罚了 随后 毛泽东派贺城 担任了红军总医院政委 不久 红军成立总卫生部 贺城担任部长兼政委 还兼任临时中央政府卫生管理局局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 贺城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长 党组书记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 这是他第四次一身兼任军队和地方两个卫生部领导职务 后来 贺城备受与中将军衔 贺城一生铁骨睁睁 刚直不阿 但又有一些书生义气 有老夫子之称 周温来的养女叫孙维士 同金山结婚时 周温来和邓敏超夫妇 联名给贺城送来了情节 孙维士失恋时孙炳文的遗故 贺城从孙炳文年轻时 在北京和广州都有过交往 贺城在苏联期间 孙维士也在莫斯科读书 和他住一栋楼 周温来不仅是他现在的直接上级 还是他二十年代中央特科工作时的直接领导 这场婚礼 贺城理应参加 但是 他却没有去 只派了一名秘书去贺席 并且说 他们要跳舞 你代表我去好了 婚礼上 周温来不见贺城 只见到他派来的小秘书 会心的说 我知道吗 他是不会来的 这就是贺城 唯一接到周温来夫妇的情节 而没有处 习的人 在十年动乱期间 贺城受到林彪党人的迫害 无事可做 亲自给毛泽东写信 他的信没有华丽的词语 没有奉承 而是直续自己的苦情 毛泽东知道多次批示要给予他工作 周温来准备要他担任卫生部长 但是 迟迟没有落实 1975年 邓小平复出后 拿着贺城的信直接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贺城的信后大为动情 会被批示 其闻共欣赏 一意相遇其 贺城无罪 当然英语分配工作 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应语推倒 在毛泽东第四次做出重要批示后 贺城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并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